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诗阳 中国好水凉白开 本栏目由金麦郎200开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收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以影像为桥 中法合拍即时影像作品发布会 昨天举行 共同发布纪录片 金丝侯王国 农者的世界 月位之上太空变革的黎明 纪录电影北京人 人类最后的秘密 以及故事电影熊猫月亮 等五部中法合拍即时影像作品 清明前夕 浙江杭州临安 吴越国王林考古遗址公园 前往祠内 举行了清明公祭前往典礼 吴越王前流 是长三角地区繁荣发展的奠基人 尊崇正统 以名为本的治国理念 和成效名理师书传家的自家思想 记载着 立在一身物谋也 立在天下者必谋之的 前世家训家教 也成为首个国家级训类废夷项目 我把家训也放在我们的那个家里的 就是压在那个台本下 就是常常让大家常记得 对我们的言行 平时那个做人的准则 就给我们一定的那个规范了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说它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中 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它对于当今文化复兴 有什么现实意义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2003年 国学大家汤一介先生 领衔主持的儒葬工程启动 去年6月 历经20年编撰而成的 儒家思想文化著述总会 儒葬精华编中国部分 终于全部出版 近日 儒葬精华编捐赠及入藏仪式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儒葬精华编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 向全社会开放其数字资源 在国家图书馆 我们见到了前来查阅儒葬的读者 汤元颂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青年老师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宋代思想史 还有宋代政治史 我其实是使用到儒葬的南宋的极部文献 因为宋代的史料在南宋部分 它的这个编年史料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宋代的诸家文集 来补充证实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像儒葬这么好的整理本 你想靠完全去看这个影印本的古籍 那么你想去深度地去掌握几十种文集 那些工作量其实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儒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 儒葬精华编中国部分 采用中国传统的精 十 子 其四部分类法 按照部类数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 收录文献五百一十种 传世文献四百五十八种 出土文献五十二种 编为两百八十二册数 总字数近两亿 是一部结构完备 脉络清晰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会 儒葬的最大的尝试就是 它是一项人文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 是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因为中国和日韩月四个国家 一共有差不多五十多所大学来合作 做这个工作 而且有四百位专家参与 这样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在世界上恐怕也很少有 在中国应该讲是空前的 这是拍摄于2011年 《儒葬精华编》首批四十册捐赠仪式上 汤一介先生对儒葬工程介绍的一段采访 2014年《儒葬精华编》前一百册出版后的短短七十三天 八十七岁的汤一介先生因病逝世 汤一介先生出生于1927年 他祖父汤林是晚清晋世 父亲汤用彤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汤一介先生从小受家人影响 对传统文化产生了热爱 而祖父当年留下的一句话 是不避难亦不逃责 成为了汤氏家风 明星两代都有学者提出修传儒葬 但最后都因为工程浩瀚而放弃了 2002年汤一介先生提出编转儒葬的倡议 我们这个时代是要回顾到 原来我们的那个文化源头的那个时期 来找寻力量 我认为自己的文化根基扎得非常牢固 你吸收外来文化的力量也就最强 如果你自己文化的根基很差 你吸收外来文化的力量也不强 那么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夜 我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非常大的 做一个很好的整理 我觉得应该是必要的 儒葬工程2003年12月正式立想 从2004年起 汤一介先生率领他的团队 开始了儒葬的编寸工作 儒葬这个项目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我参加的时候 我自己心情来说 非常的忐忑不安 一定要搞好 难度大 一定要尽力 如履薄冰 怎么来变 当时经过讨论 唐先生就决定了 按两步走 第一个 先编精华编 然后再编全本 儒葬先选举历史上 最具有代表性的典籍 编为精华编 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葬 将基本囊括 中 韩 日 月 四国历史上主要的儒家文献 约十到十二一字 立足现代 那么在鲁章精华编的时候 怎样来出版 就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影音出版 另一种就是脚点 脚看标点 排音出版 既然我们要立足现代 一定要折扬的后一个办法 教点是对古籍进行标点和教刊 入选儒葬的典籍 大多存在多个历史版本 教点很大一个工作 就是要就每一种书 选择一个精善的版本 作为第一本 用其他版本来做教刊 儒葬精华编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负责出版发行 为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专门成立了典籍与文化事业部 在儒葬中心 他们通审完以后 把稿子交给我们 我们三审三教 对于儒葬来说 可能还要甚至更多 到四审五审 可能要更多的教队 因为它稿件 都是古代文献 它的难度非常高 对于整个边教 你专业的知识 要求很高 所以这个做的时间非常长 通过几次审读 包括校对 最后打磨出来一个 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质量 达到万分之一以下的质量标准 伴随着儒葬精华编 入藏国家图书馆 儒葬精华编数字化平台 也试运行同步上线 计划四月一正式发布 下一步将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 将人工智能在古籍领域的各方面前沿技术 整合利用到儒葬编钻中 以最大的责任心 敬畏心 精心深深地把儒葬编好 这个对社会的贡献 对我们中国的贡献 对世界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儒葬工程标志着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 第一次得以全面整理 正如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所说 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动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 此次儒葬精华编入藏国图 也将是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推广与普及 每天十分钟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